托尔齐的托普卡帕皇宫 那里有著名的原青花收藏 我曾经去过 我们先得了解一下 托普卡帕皇宫所处的位置 首先大的范围 我们要了解一下托尔齐 托尔齐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 它脚踩两只船 我们有时候羡慕这脚踩两只船 一只在欧洲 一只在亚洲 能够享受如此地域文化的 和特权的只有托尔齐 你到伊斯坦布尔去的时候 你去看它那个欧亚大桥 它连接欧亚 它有这个旅游项目 开着车上去 马上告诉你上桥以后 这边是亚洲 过桥就是欧洲 到欧洲转一圈 又回来了 又回到亚洲 所以这个大桥呢 就是你去桥上 我们一般都是坐着车嘛 走这一路 其实就几分钟的时间 横跨欧亚大陆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海洋文化 发迹之前呢 陆路交通呢 是沟通两地的一个避游之路 古四搜之路 我们说的终点就在这个土耳其 所以至少啊 两千年前 这个驼队啊 迈着这种疲惫的步伐 一步一步跟着这悠扬的驼灵 走到此地的时候 东方的货物就在此 卸货 然后发往欧洲 伊斯坦布尔啊 他古称叫军事坦丁堡 我们只要知道军事坦丁堡 就应该知道伊斯坦布尔 他从公元啊 四世纪开始 拜占庭 东罗马 奥斯曼帝国都在此 创造过一个辉煌 早在六世纪的时候 军事坦丁堡的人口 已经过了百万 过百万在历史上 都是超级大城市 这在当时的欧洲呢 没有一个城市 能跟这个地方比肩 他为什么呢 他在位置重要 欧亚的货物就在此交换 云集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地方是沟通 东方与西方的黄金桥梁 所以它是一个 巨大的贸易市场 到今天 伊斯坦布尔 依然有巨大的大巴掌 大集市 那么军事坦丁堡的地位 一直保持到 他这种首富地位 一直保持到 十三世纪就是相当于 我们的宋末原初 那么由于他历史上 有做生意的这样一个风俗 今天你到伊斯坦布尔去 就一定要逛他的巴扎 他巴扎有多大呢 我们去的那个巴扎 我印象中有二三十个门 所以那个导游不停地强调 说你要记住 我们进去的是六号门 你们将来万一走散了 一定要到六号门集合 因为所有的门的外形 看着都差不多 都是那拱形的 然后这个巴扎里头的 跟那个地道一样的 所有的通道都是衔接的 让你目不暇接 我今天家里还有几件 特别心爱的东西 都是在那个巴扎上买到的 还非常便宜 比如我们这些年津津乐道的一些宝石 松石 绿松石 这个绿松石呢 低中海的这种绿松石呢 是那种蔚蓝色的 特别漂亮 跟中国的那个绿松石不一样 我们的绿松石 为什么叫绿松石啊 就是它绿色的 人家是蓝色的 就非常抢眼 漂亮极了 我在那买回的那个手杖 我讲过 我还送给冯小刚一个 对不对 我自个儿还有一个 我每天有时候看着它 特别高兴 但是我暂时用不上 你们等着我用上的一天 有一天我特神奇的 处着那手杖 就是我当年 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买的 伊斯坦文化 它最重要啊 最主要的吉祥色就是蓝色 蓝色 所以它有一个 到土耳其有蓝色的清真寺 每一个游客呢 都是必到之处 所以到那看的时候呢 你就能感受这种蓝色 给这个伊斯坦文明啊 带来的就是 是它的重要的颜色 是它的灵魂 那么托普卡帕皇宫 它就是一个皇宫啊 这个跟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一样 故宫博物院原来也是个皇宫 托普卡帕的原意是大炮之门啊 跟我们的紫禁城不一样 我们紫禁城原名叫紫禁城 是你不许进的地儿 紫其东来啊 都是好词 人家大炮之门一听就 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那个态度 我告诉你 天下的政权都是打下来的 所以奥斯曼在13世纪末呢 就奠定了一个国家基础 那么在这个东西方啊 文明的一个交汇处呢 利用它的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呢 奥斯曼帝国呢 它就有大约6个世纪的时间呢 掌握着东西方陆路的一个交流 有学者认为呢 由于它的存在 是东西方文明的界限呢 日趋模糊了 由此可见 托尔西啊 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托普卡帕皇宫呢 它这个位置很有意思 它是在这个 波斯普鲁斯海峡 与金角湾 那个地方叫金角湾啊 就是有点像我们说 泰国的金三角 金角湾的马尔马拉海的一个交汇处 马尔马拉海太漂亮了 那个地方就是 你从托普卡帕皇宫出来以后 那个地方有餐厅的啊 露天的 在那坐着欣赏这马尔马拉海啊 完全都是电影镜头 你是居高临下的去看啊 那地还有好多猫啊 就是各种流浪猫啊 就是你在那吃的时候 它不停地管你要吃的 特别的美 我站在那个地方啊 就在我们在那吃过饭 因为我去过不止一次嘛 每次都在那吃饭嘛 就是咱们也不能想象 几百年前这个地方就是啊 战争打仗 人类的文明啊 就我老说 人类的文明是由不文明推动的 人类的文明史上充斥着 许多不文明的现象 所以统治者呢 就把自己的注意力就放在这儿 维持帝国的昌盛 我们不关心这个 我们关心这个干嘛 我们只关心 他文明留下的痕迹 1453年啊 明景泰四年 在明朝是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啊 但是是托普卡帕皇宫的一个起点 当时他的帝国统治者就准备在这儿修建皇宫 但是一开始比较仓促啊 他不像我们的这个故宫紫禁城啊 那选址非常严谨 他比较仓促呢 就当时他的苏丹啊 苏丹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皇帝吧 就是不满意 不满意呢 就另选了一个地儿 所以一开始呢 这事就给废了 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托普卡帕皇宫 他从地势到面积呢 这个这个叫新宫啊 明显的优于旧宫 那么他是伊斯兰风格的啊 伊斯兰风格的表明了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啊 一直到1924年啊 我们近百年的近代史是世界上的变化最最强烈啊 最动荡的一个时期 1924年 这个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呢 把这个神秘高贵的啊 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宫殿 辟为了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 这才让我们有机会进了一堵芳荣 你知道1924年啊 土耳其政府把托普卡帕皇宫辟为了博物馆 我们民国政府在1925年 把紫禁城辟为了故宫博物院 这说起来比我们早一年呢 你看 算起来这个时间呢 不到一百年 那么托普卡帕皇宫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原青花 它有一大批原青花 那怎么进入托普卡帕皇宫呢 不是很清楚 但是至少在这个1496年 相当于我们的洪志九年的时候呢 在档案里都能查到这个词期了 再后来到1582年 就是万历年间的啊 万历年间的 皇宫档案里都记载了 这个宫廷里使用这些瓷器的一些 这个情况啊 当时苏丹为他的王子进行割礼的时候宴请 宫礼呢 有397件中国瓷器呢 它不够用 不够用 它为什么进口了那么多瓷器呢 它真的不够用啊 割礼呢 是因为他这个小男孩啊 在这个小时候就同年的时候 5至7岁的时候要把这个 把这个包皮啊 就生殖器的包皮啊 给割下去啊 这个我中国的男孩子没受过这的 我们都没受过这个 人家小时候受这么一罪 这罪过辣了啊 割下去啊 我们再碰一下罗藤 它这割一圈 割下一块扔了啊 这风俗什么时候形成呢 我也不清楚啊 这割礼 所以割礼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重大的事情呢 就仅次于婚宴啊 所以这次使用的时候有记载 那么袁清花在世界的这个陶瓷 陶瓷的这个领域中呢 它是一个永远让人兴奋的一个话题 那么 它呢 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鬼谷子下山 我们讲过 它创造过世界纪录 当时卖了 这个2.3亿人民币和两吨黄金 我们不能想象 这么一个二十几斤重的一个瓷罐子 能值两吨黄金啊 这个价位到今天我们听着都晕 那么 由于这样的一个高价出现以后呢 袁清花它超越了 它的这个领域 什么叫领域呢 就是超越了收藏界呀 文物界呀 博物馆界呀 陶瓷界呀 这个超越了这个范畴 引起了很多就是这些行业以外的人的关注 那现代媒体呢 都在这个各个空间呢 就极尽渲染之势 就把这个袁清花说的神乎其神 那神乎其神 咱们国内的袁清花呢 相对来说呢 有啊 你比如高安出土的 保定出土的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袁清花较藏 但是真的是没有托布卡帕皇宫的 袁清花这么多 这么壮观 那么袁清花从哪儿来 这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那肯定从元朝而来嘛 那中国陶瓷凡是一个新的品种诞生以后呢 那么他一定有萌芽期 成长期 成熟期 由弱到强 由强到弱 他脉络清晰 但这袁清花出来没有童年 也没有幼年 没有青年 出来就是一壮年 风华正茂 所以就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份 那么有人就不相信啊 首先是不相信他诞生于元朝 所以现在有唐清花之说 有宋清花之说 此唐清花跟元清花之间没有血脉关系 只是长得像而已 我们长得像之间的人多了 但是他没有血脉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 元清花跟唐清花是一脉相成的 你必须拿出证据 他使用的土不一样 他的文饰不一样 他的目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依然坚持 清花就是元代诞生的 元朝 蒙古人 蒙古人他最在意的是土地扩张 善武不善文 所以对文化呢 好像过去不是那么太尊重 其实蒙古人呢 对文化还是尊重的 他首先是对手工艺尊重 他手工艺尊重 他对手工艺工人呢 高看一眼 他就会把很多技术带回来 所以我们元清花呢 就可以解释在一夜之间 为什么他能够成熟 中国文化的这种因果关系啊 因果关系呢 就是我们具体到陶瓷上 就能看出地域文化的一些 这个色彩 这种色彩 比如宋代的青瓷 南北方完全的不一样 对吧 我们有机会可以很详细的去讲 那么每个时代 每个具体的特征 比如磁周遥和极周遥都在画画 那么南方的极周遥和北方的磁周遥画风 完全不一样 南方的细腻 北方的粗广 是因为地域文化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托布卡帕皇宫啊 这个主要是看元清花 那么在元清花出现之前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磁器没有蓝色 其实有 唐三彩就有 唐三彩就有蓝色啊 有蓝色的罐子啊 有这个三彩上 比如马上就有蓝色 但是这个蓝色呢 都是偶然的 后来没有过度的持续 所以在宋代文明中 我们基本上找不到蓝色 这个右色的这种瓷器 那么元清花的出现呢 就再度让中国人开始 这个对蓝色啊 有所接受 我们本身对蓝色是不接受 我们的文化中蓝色不是吉祥色啊 伊斯坦布尔啊 伊斯兰交地区呢 对蓝色呢 就是它的吉祥色啊 吉祥色 它的吉祥色呢 这个是它的伊斯兰文化中的 一个主色调 所以这种主色调 对我们就有所影响 那么元代啊 元代的这种蓝色呢 它是古料啊 金属古啊 成色的一个天地啊 当时的它是色块啊 有色块的啊 比如有反清化的 它是色块的 它和文式呢 实际上是双管齐下 这种宝石蓝色啊 和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文式呢 都给人感受非常强烈 所以我们说过 青花自诞生之日起 一支独打 独领中国陶瓷七百年 其地位不得撼动 只是后来清代以后 出现了坟采以后 才可以跟它抗衡 在坟采出现之前 都没有人跟它抗衡 可见这个青花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它在市场一直是一个一哥的地位 霸主地位 呈现了七个世纪 那么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 尚没有一件原青花传承有序 我们今天讲传承 七百多年以来 哪一件原代青花能够清晰的记载 这七百年间的传承的没有 我们国内的原青花全是出土的 我们的元朝明朝清朝民国 不停地交替动荡 所以没有很清晰的记录 故宫里有两件也都是 不定哪年出土哪来的 就不清晰 那么中国这个大陆的原青花 我们讲了就是基本上都是出土的 六四年保定出土一批 九三八三年江西高安出土一批 这两批原青花一批 头一批是六件 第二批十九件 加起来就二十五件 其他都是零星的 那么托普卡帕皇宫的多少呢 四十件 我第一次去 这是当时呢 其实还是组织的很严密 说我因为知道我喜欢 这个美国国家地理 也就是我们的华夏地理 帮我安排 说一定让你看到 结果我们去了以后呢 没看到 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看成 没有看成呢 是因为这个 安排的不是那么好 对方呢 因为看的人多 过去这些东西 在二三十年前都没人看 在他厨房还用呢 结果中国人一把它当事 再加上2005年的拍卖 拍出世界记录 人家托普卡帕皇宫 也把这些东西当事了 所以就不再拿出来 随便看 看也是随便拿几件 一大堆人围着看 但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 所以第一次去呢 没有看成 第二次 他的这个文化部长 他旅游系统的人答应我 说你来一定让你看到 所以第二次我又 赴托普卡帕皇宫 这个托普卡帕皇宫 跟咱故宫比起来 那没法比 他太小了 所以很容易记 记得很清楚 我现在脑子一回忆 都知道那些位置 那么我们今天看 这个托普卡帕皇宫 跟故宫有一点不一样 他有点像公园 就进来又有草坪 打参天大树 什么的 特别像公园 不像我们的宫殿 一进去就是个宫殿 所以你觉得托普卡帕皇宫 就显得小气了很多 但是我去看是看东西去了 我不是看他这皇宫 其实他最重要的是 他那一进去 那排回廊 就是他的右手册 你一进去右手册 就是他过去的厨房 他过去这一大部分 袁清花全在里头应用 他说应用 直到袁清花名声大噪以后 他才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起来 我过去最早的时候去看 老以为就是在厨房里 看一看就行 其实不是 他都收起来了 收起来以后呢 搁到他那个 戒备森严的一个库房 我去的时候呢 主人呢 就是 第一次 第一次 捧着两件让我看 让我看看就得了 得了以后 这不过瘾啊 你知道吗 所有喜欢袁清花 对中国袁清花有所了解的人 都以上手托布卡帕皇宫的 袁清花 为姓氏为荣 你像已故的陶瓷 泰斗陈曼李先生 冯贤明先生 他们终身都没有机会 上手这批国宝 那么托布卡帕皇宫 之所以在中国古陶瓷界 这个特别有名呢 是因为 他里头藏有中国陶瓷非常多 有多少件呢 有一万多件呢 一万多件 他是从13世纪到19世纪 跨度有600年 他不停地买 因为陶瓷有名嘛 他其中袁清花有多少件呢 有40件 我们刚才讲 中国建国以来70年 快70年了 出土过两次重要的 袁清花教藏 一次是6件 一次是19件 加起来才25件 他就有40件 就比我们还多15件 那么这里有很多是孤品 深藏不露的孤品 所以我这个去看的时候 就一定就觉得 这个这辈子啊 喜欢袁清花的能看上啊 过去都是传说 那这次我一定要上手 所以第一次没看成 就看了第二次 第二次呢 就跟他们那个土耳其的 那个文化部长 事先有一个会面啊 就谈得很高兴 那个文化部长 还手舞主导 给我一通说 说我说上回 就跟我们看了一两件 他说那你再去啊 我一定给你好好安排 所以我们就再次又去了 因为这个 这个可能是翻译中的啊 误解 他第二次去也没那么痛快 还是没看成啊 一开始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没看成 因为这翻译中的 可能那个误解啊 他工作人员就给我准备了什么 那个元代的龙泉词 那个龙泉词 元龙泉有的是 咱国内有的是 还可以拿了一些名 永乐宣德的打清花给我看 尽管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是不是我想看的 元清花 我高兴归高兴 但我的事没干成 结果又跟他们商量 商量 因为当时还是通过 美国国家地理嘛 他有这个 很多途径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多的 精彩的照片 很多精彩的视频 都是美国国家地理拍的 他有 在全市区各地 他有很多人脉 所以专门又为我 单独安排了一天 然后那天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首先天气很好 明朗 和煦 就是这个天气特别好 走进 托布卡帕皇宫啊 的后宫 我们到后宫去了 当时那个 他们那个负责人员说 你是想看多少 我说想都看 如果可能 他就叹了口气 他说如果你多看的话呢 我就不能到这看了 因为这个地方看 我们得从库房拿过来 路途非常远啊 这么多东西 说那你就 把您带到库房看 带到库房看呢 他说有个规定啊 这库房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不能对外去说 那陪着我那导游呢 那米娜说 他做了这个十几年导游 他也没上这个位置啊 就后宫的位置啊 去 后宫是很神奇的 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上 皇宫的后宫都抱有 好奇心 窥视欲啊 这个后宫的神秘呢 主要是 一个皇上那么多妃子啊 他就很神秘 其实这种事也不大分文化 不分种族啊 所有最高权力者的私生活 都是公众的 这个好奇点 我其实是 也是有双重诱惑 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也是个普通人 我也对这个后宫好奇嘛 然后我就去了 我一去那后宫啊 故宫的后宫啊 我是 这个都看过的啊 跟那比呢 他那后宫太小 我们故宫的后宫啊 故宫是大院子套小院子 小院子套再小的院子啊 格局都非常的 四平八稳 他那个都是随意性很强啊 像个苏州园林似的 房屋也不怎么整啊 我们这后宫啊 跟那个托布卡帕的后宫不一样 我们的后宫呢 皇帝啊 每天在后宫中 就是太监拿着来 拔拔翻一盘 人家呢 是选 三百后妃啊 他有一长狼 居高临下 他跟我们指就在这院子里啊 这三百后妃在里头溜达 这苏丹 就相当于他们这皇上 在上头挑 看着 看着头看 哎呦 这好啊 这身姿婀娜啊 前挺后绝 把他给请上来 今儿晚上就是他了 不是咱们直接看 中间没大臣 做不了弊 咱这也不成 咱这是翻盘 端一盘子了 端一盘子 端上来以后 全盘 皇帝叭哒一翻 今儿晚上就是他了 有时候多翻俩 晚上还不定搁谁呢 你知道 为什么很多后宫的宫女 要行贿于太监呢 因为太监把这盘搁的位置啊 很重要 比如他搁这 鸡脚嘎篮 这辈子 皇上也很难 你说那皇上哪有 说这一大盘 非得鸡脚嘎篮 这番茄 很少 所以皇上有皇上的习惯 太监很清楚 他一般都翻哪个位置 如果你对他好 你对他有行贿 他就把你这个 这个宫女后妃啊 把你这位置 搁到中间 皇上顺不得一顺手 就把你给翻了盘了 但这番茄中间啊 是这个完全的跟直接点人 是不一样的 看不见 你说他看见全是字啊 小红啊 小翠啊 小翠红啊 小红翠啊 全是这么来回翻 你知道谁跟谁啊 皇上再好的记忆 如果后宫加厉三千人 这也记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看 这个苏丹的这个后宫啊 这个选妃的过程 比较合理 而且比较高效 这个后宫创建 什么时候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明朝 就大约在这个十六世纪啊 十六世纪 当时他有三千后宫 有三千后妃 那跟我们比起来不算多啊 我们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呢 他的一个制度呢 就是可以拥有四位七十 那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他有很多苏丹呢 七十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数量啊 我呢 对这个后宫呢 这个好奇也就到此为止啊 咱也没机会翻牌子 咱就有机会看瓷器呗 咱就看瓷器 这时候我就看到啊 就是我知道的这些 过去在书本上 还可以零星看到一些图册的 这个圆青花 马上我就看到了 这个地方呢 我严格按照当时的承诺 我保密 我不能说它是什么地方 但是大概你肯定知道 在托普卡帕皇宫里面 在托普卡帕皇宫的后宫位置 那后宫大了去了啊 然后我到那看的时候呢 走下那个楼梯 他摆了一个台子 高处 一束阳光 正好斜射到这台子上头 就是神奇啊 完全像电影的画面 没有人有这个机遇 没有人真的是 没有人有这个机遇 人家工作人员再三再四的嘱咐 不要去公布更多的细节 所以我就不再说了 就我一个人破例啊 在这上手 他们从库房 依次把这四十件 袁青花全部拿过来 让我看一遍 我当时有一种感受啊 这种感受是什么呢 我在后来写过一个文 叫袁青花玄机力说过 我说他像一个亲人像我一样的走来 那时候光线就非常好 你知道看磁器光线特别重要 灯光灯下不关闪啊 除了我们这种有标准色温的灯 一般的灯下不关闪 看的颜色不准确 最好是自然光 所以那光线呢 又不是那大太阳地儿 你也受不了 一束光斜着插进来 就是不强不弱的一束光 那环境也非常好 它不是在一个屋子里 它是在一个半屋子里啊 那个温度也特合适 所以什么都那么恰到好处 所以心情也好 就如愿以偿就看了 那你知道啊 这个清花是一个文学名字 我们要了解 它不是这个科学名字 科学名字应该叫右下栏 我们还有种品种叫右里红 那是科学名字 清花是极富诗意的一个陶瓷名字 在我们所有陶瓷的名字里 它最富于诗意 叫清花 所以这个周杰伦有一个歌 就叫清花词 清花词 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就是中国所有的陶瓷的命名 只有清花这么文学性 这一点都不跟科学无关 就当年怎么考虑命名它为清花的 我们到现在不是很清楚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发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